节目再开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呢 这一季凭借治愈风格一路突飞猛进 在文本和表演上都有长足的进步 让其他的演员是既羡慕又畏惧 掌声有请向架 把我自残的部分拍进去 我现在还在纠结 本来是选两篇稿子的 然后一篇自己可能会稍微有些把握的稿子 但那个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日常的东西 有一篇稿子话题比较沉重 是关于死亡的 是一个可能大家还没有特别愿意接触的话题 嗯 嗯 嗯 一篇稿子 我后面想了一下就是如果选一篇特别的话题 可能让大家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我觉得这是节目的意义 也是我站在台上表达的意义 我觉得处理这么沉重的话题 然后让大家边看边思考 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他在比赛里的话肯定是冒险的嘛 因为本质人类还是恐惧死亡 其实 也不管比赛的结果 先把这个作品留在台上 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我 小家 各位好 我小家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童年 我小时候其实被家里人保护得特别好 每次看奥特曼的时候 我妈都会说 奥特曼打怪兽流的不是血 是平时吃的番茄酱 本来不害怕的 但你想想 奥特曼打怪兽流出了一堆番茄酱 我还怎么吃番茄酱 我小时候其实经常受击护 有一次五六个男生把我摁在墙角 但是没有动手 因为我跟他们说 你们想好我这个情况 一旦动手 你们要养我一辈子 我小时候只会挨我爸揍 因为只有他会养我 真的就是我爸揍我 我就在村子里跑 我特别调皮 我说你如果追得上我 我就叫你爸爸 但是如果我爷爷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是我的靠山 我会躲在他旁边 很嚣张的跟我爸说 哎呀叫爸爸 我爸在家跟我交流其实很少 后来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 我爸开始会天天给我发微信 你知道曾经好严肃的人 突然间对你撒娇示弱的感觉吗 太变态了 他说儿子啥时候回来呢 想你啦 我说干嘛又想揍我呀 然后除掉回去 看我爸在捣鼓朋友圈 我就教他怎么样 发布点赞评论 然后他也很耐心的听完 我有一种终于轮到我教你的优越感 结果他说 这些我都会啊 我还知道朋友圈屏蔽 你没发现你看不到我的吗 我爸连续越大身体就越不好 走路也开始慢悠悠的 他还跟我说 他说你看我越老越像你了 我说怎么自嘲就自嘲 还带着一些调侃 我也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不信 你来追我 你追不到我 你就叫我爸爸 然后后来我就想带着他去体检 然后他说啥都不去 我就杀了个谎 我说我找了个对象 他们家结婚要检查身体 我爸说 你结婚为啥要检查我身体 后来呢 他就突发心梗去世 我在讲这个 大家明显会觉得很沉重 但是不要这样 因为每个人都是会死的 我们上次几个演员在聊死亡 然后我问李丹 我说你打算怎么死 李丹说 我想醉生梦死 感觉也快了 如果此刻你感觉太悲伤 说明你上了年纪 我的小孩子面对死亡才是最乐观的 我爸仗以那几天 我表姐带着他儿子 我三岁的外甥来家里 我表姐跟他说 你舅老爷去了很远的地方 他说你胡说 他不就躺在那里吗 而且上椅子那跟婚礼一样热闹 就是有一天晚上所有人都在守夜 然后我外甥说 人这么急我可不可以吃火锅 我表姐说 闭嘴你舅老爷还躺在那里啊 他说你早上不是说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了吗 小孩子就是这么童言无计 他还会对着点燃的蜡烛说 舅老爷我想吃火锅 我在我爸去世之后的两个月 收到了他提前订的柚子 我们那边是产柚子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感动 我就把它告诉我朋友 我朋友说 这就像爸爸的爱 欲言又止 我说这么感动你玩什么谐音梗 我爸就是这种只会做不会说的人 他会把钱借给亲戚朋友 然后不跟家里说 我后来在整理我爸东西的时候 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纸 密密麻麻很感动 我觉得他比任何东西都要贵重 因为最下面一行写着 这些人还没还钱 大家肯定以为我今天讲的这段是为了卖产博同心 其实不是我只想提醒那些新戏朋友们快还钱啊 谢谢各位 谢谢小嘉 三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呀 我要起立为你鼓一次唱 太厉害 太厉害 不用 虽然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笑声没有特别的大 但是我听得很开心 刘老师拍得很早 这个我没站起来 但是我可以坐着说 这个不错 谢谢刘老师 我看过那个小嘉在前几期的就是一些脱口秀 我觉得这个脱口秀比上几期说的还好 谢谢 他这个脱口秀的幽默已经上升到人物关系 他就说的是父和子之间的关系嘛 一开始的话 这个父亲的话呢 就是他童年的时候老揍他 就是一直到他父亲去世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是在哪拍的灯呢 就是说你问那个李诞什么时候他会死 然后他就是醉生梦死 这也是真实的答案 这个呢 就是他是夫与子的关系的话 突然出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一笔 就是这个显笔是还是非常有水平的 还有一笔也特别好 父亲去世两个月 两个月之前这个这个柚子还没长成 但是的话呢 他去世之后两个月 你在这个接到这个柚子的时候 这个心情 我觉得这这人物关系真是不错 能上升到人物关系的话呢 我觉得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非常好 谢谢小嘉 你自己讲之前有没有担心过这篇稿子的效果 我其实这一轮准备了两篇稿子 然后有一篇相对来说会比较像观察的 然后这一篇是比较死亡的 就是讲死亡的 然后我全部横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这一轮有可能淘汰的话 那不如就讲死亡这一篇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作品化的东西 当然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这个舞台 或者说在我们国内 可能很少人会直接的去谈起死亡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是有些害怕或者说有些不敢 那如果我在这个舞台上讲 那它就变得会有意义 我觉得就是 而且我们经常对死亡陷入一个自我的悲伤 你也没问问那些人真正的感受 对吧 也许他们很开心啊 好棒 我觉得小家这个担心的话呢 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一个的话呢 当然你要是喜剧也好 脱口秀也好 那当然大家笑了就是笑了 挺好 还有的话笑背后的话少有些感动 它肯定比光笑的话呢 质量要高 对 因为它有很多特别疗愈的地方 就是让你真的松了口气 因为刚才我听着特别动容的地方就是在于 因为一说爸爸这个 因为我爸那边也是那个 就是他身体特别不好嘛 我们全家都特别担心 然后开了一特别大的手术 然后回家一头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事 然后呢 我妈也特别紧张 他回家之后呢 我还特意不让我妈接 我妈在家做饭 他做饭就做闲了 你知道吧 因为他没辙 然后我一吃也咸了 然后我爸一回来 我们也不敢说什么 我爸一吃也咸了 然后我们还说这咸了怎么办 我爸当时说再等会儿 我说干嘛 他说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还能开玩笑 就家里就融下了一点 我觉得小家的今年的出现 包括杨丽上回也讲到了 死亡好多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大家越来越勇敢 我觉得身为一个观众 台下的观众 其实大家都在一块进步 因为不是他不敢讲 有时候我们都不敢听 他愿意敞开心 因为他是他的痛 还有一个更大的勇气 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有勇气接受痛 但是我们现在居然可以 这样去做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身为观众 在碰见真的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也许有一个方式 就能让他能面对了 多一点点的这种幽默 所谓笑看人生死亡 也人生一部分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小家 杨丽啊 能够为我们这么一个 常年的固化的思维 打破一点点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 嗯 了不起 初红哥哥觉得呢 我拍这个灯给小家 也给我自己 因为我今年觉得 小家更好笑了 然后但我觉得 进步的可能不是小家 我觉得进步的是我自己 因为就是可能 长距以来的很多东西 会让我们觉得 悲伤的事情就会 会回避 或者说会自己一个人消化 但是当真的有人愿意 在舞台上谈论很多生死 谈论很多难受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学习 怎么样用幽默的角度 去看待它 也是这种进步 所以希望这个舞台上 可以有更多更多的 不同的小家出现 谢谢 初红哥哥说得很好 脱口秀肯定是要谈问死亡的 如果我们都是活着 永生不死的话 你为什么需要幽默呢 你就是因为 无法面对的痛苦和死亡 你才需要幽默 也许天堂就是一个 不需要幽默 你也能笑出来的地方 可惜这里不是 好吧 来 小家 四灯八票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位 接下来